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我们对象的这个结构 那这节课开始来看一下我们对象中属性相关的一些特性 那之前我们也写过,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属性呢,简单的,我们可以来读取属性的值 包括修改,设置 那接着再看一下我们的属性 我们可以来先看一个例子 在之前呢,我们是否可以检测属性,这个对象中是否有某个属性呀 对吧,我们可以通过in来进行一个检测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先定义一个简单的vro 这样一个对象,里边只有一个属性 可以直接来写consult.log 这样的效果 来检测这个对象中是否有某个属性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得到的是 true 有 那接着也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has own property 来检测是否它是它的自由属性 consult.log o.has own property x 得到的也是 true 通过它来检测是否是它的自由属性 也可以 那接着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通过property is innumerable 来检测这个属性 是否是可没举的 它其实呢 是我们这个has own property的一个增强版 它只有检测到是它的自身属性 并且这个属性是可没举的 它才会返回真 什么叫可没举的 在之前我们说过 来看一下 你写完一个属性之后 其实呢 我们属性 分为我们的数据属性 和存取器属性 那数据属性呢 只是包含了一个数据值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就可以读取和写入我们的值 那其实呢 它有四个行为的一个 四个描述行为的一个特性 也就这个属性 是否是可以写的 是否是可以没举的 包括是否是可以 配置的 以及这个属性的值 这四个描述行为的一个特性 当然呢 之前我们最简单的 只写了一个属性 还没有设计这么多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要分别来看一下 这个四个描述行为的一个特性 分别代表什么 以及如何来设置 我们这个属性的这个特性 那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 这个特性 我们是否可以 写 通过 write able 表示能否修改属性的值 那在之前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属性的名字 来改变这个值啊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个特性 这个write able 设置成false了 那这首这个属性的值 就是不可写的了 你就不能通过它来改变这个值 但是呢 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改变啊 再往下来看 就会了解了 接着再往下 innurable 它代表的是 这个属性 是否是可美举的 什么叫可美举呢 也就是可以列举出来 我们的一个属性 通过full in 我们是不是可以 来显示 我们这个对象中的属性呀 来辨立我们的属性 那这个innurable呢 就代表我们的属性 是否是可以美举的 也就是直接在对象定义上 我们可以定义这个属性 如果说它是可美举的 我们默认的值也是处 如果想让它不列解出来 这首呢 就可以写成一个false 再往下 这个configurable 这个也比较有用 它表示 是否能通过delete 删除属性 从而重新定义我们的属性 能否修改我们属性的特性 它代表的是一个可配置的 或者说 能把属性修改为 访门器的一个属性 访门器属性呢 我们马上也要学 就是一个get一个set 这样的效果 它也是直接在我们对象上定义的属性 默认值也是处 代表可配置的 所以说我们才能通过delete 来删掉某个属性 那最后一个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这个对象的值 它就包含这个属性的一个数据值 那读取属性值的时候呢 就从这个位置来进行一个读取 那写入属性值的时候呢 其实就把这个新值 保存到了我们这个位置上 默认的这个值是undefended 所以说当你读取一个不存在的属性 它的值也是一个undefended 默认值undefended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属性相关的四个特性 接着还有两个也和我们属性有关 存取器属性 get set 这个呢我们也会单独来说 获取属性的值 设置属性的值 先简单有一个了解 那再回头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所说的 检测之后再来 可以通过它来检测 还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property is innurable 那这些函数呢 我们在这个 这里边都给大家列了 在我们的object 叫prototype里边 给大家列了 来看 检测属性 指定的属性 是否是当前对象 可没举的资深属性 它其实呢 在它基础上 代表的是是否可没举的 如果可没举的 它才会返回为真 这样的效果 一说检测的结果 要么是真 要么是假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可以再写一个 function fo 接着我们new一个 在它的原型上 我们添加一个属性.z 这是我们写过的 接着new一个对象 obj 让我们一个new4 再来添加两个属性.z x等1obj 点y 在对象上添加了这两个属性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 来试验一下 console.log 写上一个 o x in obj 这是真 包括console.log x in 写上一个obj has own property x 这也是 真 自己有的属性 接着再写 console.log obj 点上一个 property is inurable 是否可没举的 再来写这个x 默认的 是不是可没举的呀 那现在这三个返回的都是 处 而且这个是要求是自己对象上的可没举属性 现在都是处 那再往下看 来看一下 这个z 同样的把它复制一下 z z 这个property is innurable 它代表的是 这个属性是对象自己的 而且一定是可没举的 它才返回为真 简单写个注释 属性是自己的 对象自己的 并且是可没举的 返回处 那来看一下这三个的结果 第一个是处 后面两个是false 那为什么是false呢 首先 这个是不是继承下来的属性呀 对吧 同样的这个也是继承下来的属性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也需要知道 这是我们又新学到一个property isinnurable 那一会儿呢 我们就可以来设置这个属性 是否是可没举的 就要通过另外一种形式 来配置我们的属性特性 那接着 这样是说到了我们的检测属性 其实呢 我们最简单的 还可以通过谁来检测呢 可以来判断 我们某个属性 是否是undefunded的 如果说属性存在 简直 如果是不存在呢 它此时得到的 就是一个undefunded的 那这时候你可以来检测一下 console 点生一个什么呢 点生一个log 来判断一下obj 点生一个k 或者说点生一个k 等于等于 或者说不等于undefunded的 那这时候就代表的是 如果存在的话 是不是就不等于啊 它应该返回是真 那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等于了 它返回的就是加 也可以来检测 你看它返回的是false 证明存在吗 不存在 不存在 这个k不存在 是undefunded的 undefunded的 那此时呢 undefunded的 不等于undefunded的 代表的是什么呀 得到的是加 那现在再看 我们再写一个 console 点log obj 点 x 不等于等于 undefunded的 那此时 是不是应该返回真呀 因为这个属性是存在的 你看返回真是处 也可以 那同样的 你要使用这个 再试验一下 你说这个结果 obj 点 处 stream 不等于等于 undefunded的 那只是真是假 有没有这个属性 对象它没有 但是在网上找 object叫prototype 是不是有呀 所以说它返回的也是 true 代表是有这个属性的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看 刚才我们说到了 这个属性 必须是自己的 而且是 而且什么呀 而且是可没举的 它才返回真 那像什么叫不可没举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之后我们也会学到 我们object 第二 prototype prototype 第二上一个 property 你可以检测一下 is neurable 检测一下谁呢 检测一下 to stream 它就是一个 不可没举的 所以说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 false了 来看 返回的是 false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 可没举的属性 可没举的属性 也就是我们通过封印 能辨理出来的属性 来看一下 我们再把它先 除掉 在上面一个对象 vobj等于花果号 username 对应king x对应1 y对应2 z对应3 username对应king h12 再写一个 addr 北京 那这时候呢 我们想 便利这个属性 是不是可以通过 fullin呀 full vrp in 我们的obj console 点log一下p 这时候 你在我们的控制台中 能看到属性的名字 都代表的是 可没举的 xyz username age addr 这样的效果 都代表的是一个 可没举的属性 那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 object 点上一个 all property names 也可以返回 所有自由属性的一个名称 它自己有的 这个属性的名称 来看一下 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 object 点上一个 get all propertynames obj 它的作用是返回所有 所有 自由属性的名称 也可以 来试验一下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 你看 xyz username addr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集合 返回的是所有的 自由属性的一个名称 也可以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谁呢 你看 在这里面 还给大家列了 还可以通过 我们的case 也能得到 在这 通过case呢 也是 返回一个 给定对象 所有可没举的 自身属性的 名称 组成的书组 刚才的也是返回这样一个书组 那书组中的 属性名 排的顺序 和使用for in 循环变离时 返回的顺序是一致的 那接着你看 它们两个也有区别 主要区别是 for in 还会 变离出一个对象 除 一个对象 从其原型链上 继承 得到的 可没举止性 如果是从它原型链上 继承下来的属性 通过for in 也是可以变离下来的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case 我们如何来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 console.log object.case obj 返回的和上面 是不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这样的效果 但for in 还可以从它的原型上 继承 继承也可以 所以说这一块 也需要知道 这是我们来得到 这个属性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我们的方式 来定义这个属性的特性 像是否可写呀 是否可枚呀 是否可配置 包括我们的存取器属性 那下节课 那下节课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如何来实现的 好 那这节课先把这一块看一下 下节课我们再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